主席你昨天臉書那邊貼文 關於柱姐那一天 配跟我們說一下 我覺得我對於柱姐一向都是非常敬佩 敬佩她的真誠勇敢說真話 尤其2016年本黨敗選全面在野 她當時候接任黨主席 那一方面要應付黨產會的追殺 那二方面要從瓦力堆中這樣一片一片的 去把整個黨重新再帶起來 還要去籌錢其實是相當辛苦的 我在過去這17個月擔任主席的期間 更能夠體會當時她的辛苦 所以關於張好中先生所提的本票的事情 坦白說我也是現在才了解 柱姐如果沒有講 我們實在不了解真相是什麼 那這個本票其實上面是中國國民黨的名字 所以到底整個事情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張好中先生也應該要講清楚 那柱姐願意出來說真話 我們也非常的佩服 那尤其在那段時間 她一定是承受了很多的壓力 不管是財務上的壓力 還有整個黨要重新再起的這種壓力 所以我說我非常的佩服她 也感謝她過去那段時間的辛苦